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同意女儿嫁过去 我女婿这个人也挺实在的 订婚的时候直接开诚不公的跟我说 他们家里穷给不了18万的财力 我们那边人都爱面子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如果不给18万面子上 真的挂不住 后来我就跟我女婿说 你先凑凑 凑够了敢给还是给 将来我再还给你们家 就图个面子好看就行了 我女婿当场给我磕头 感动的不得了 就这样我女儿风风光光的出嫁了 其实只有我跟老头子知道 我们把女儿白白送给了人家 实际上一分钱的财力也没有要 一年后我女儿给婆家添了一个大胖小子 外孙出生那天 我也去了医院 外孙出生后 我接着地上的红包里面钱不多 就一百块钱 因为按照我们村里的讲究 这是祝福孩子长命百岁 我亲家母见识短 只认钱不认人 一看我才给了一百块钱 当即就把孙子抱走了 不再让我抱 她还直接把难听的话说到我脸上 她说 孩子们结婚的时候 你家要十八万的财力 把我家都要穷了 如今拥有了孙子 你才小气巴拉的只给一百块钱 真是不知廉耻 我听了这句话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什么人啊 女儿出嫁 我家明明一分钱没药 到头来她还穿着明白装糊涂 真是可恨 可是当时我女儿刚出产房 身体虚弱需要人好好照顾 我也不能一直跟亲家母计较 照顾好产妇才是正事 女儿是抛妇产 身上插着倒尿管不能下床 身体虚弱得很 女婿却办理各种手续照顾产妇的任户 就落在了我跟亲家母的身上 可是亲家母的作为婆婆竟然一点也不管 只抱着孙子吧 我就说刚刚出生的孩子不能总是抱着 多点精力照顾女儿媳妇吧 没想到我这一说亲家母又来劲了 当着我虚弱的女儿说 当初结婚你家要了那么多彩礼 这是你的宝贝女儿你自己照顾吧 我女儿当时那个情况听了只能默默流泪 当时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当众给了亲家母一巴掌 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指责我的 都说亲家母真的太过分了 原本亲家母只刚气昂的这么经过一个大巴掌 反而老实了 我又狠狠的说财力的事情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然找女婿来当场对质一下 再说了如今我女儿生了孩子 如果你照顾不好 我们两家人必然饶不了 我平时因人习惯了亲家母 一直当我是小明 从来没有见过我 还有这么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一面 直接吓坏了 再说本来她也怕儿子 可不想找儿子来对质了 干净乖乖的去给我女儿伺候了 整个月子亲家母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女儿尽心尽力的照顾 见了我也磕磕气气的不再像从前那样了 哎 真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今天好好听一下 我们下一个观看 这个期待 也要在学习 我们下一个观看 什么 想看